记住 心外无法 法外无信 你要求真东西 要自信当中求 心外求法 错了 心外没法了 连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东西 都要回归自信 你才有无处 你不能够 佛经上的术语叫 消归自信 不能消归自信 那是什么 常识 常识是心外之法 你看得很多 记得很多 我们今天想常识 知识 不是智慧 知识跟智慧是那种事情 智慧是从内心分出 生出来的 知识不是 知识从从外面 见闻学知 从这来的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记得的 中国人 中国人叫 记问之虚 这是知识 东方人 重视智慧 不重视 记问之虚 重视悟处 开悟 不重视 记得多少 幼年的时代 孩童的时代 记忆力好 让你多背书 目的不是在记忆 这个要想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叫你别打往下 因为你不背书 小孩也会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很伤人 不好 养成习惯 很糟糕 所以叫你就背书去 真正目的 是把妄想打掉 那个记忆是附带的 不重视记忆 重视开悟 重视开智慧 开智慧 一定是清净心 清净心 生智慧 所以记东西太多的时候 也把那个智慧的门 堵塞了 不开智慧 把所记的东西 消归自信 全变成智慧 就得用这道手术 一定消归自信 回归到自信去 就得用这道手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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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